台商到大陸投资超过20年 但目前台商在大陆的投资保障 只依赖大陆单方面的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 没办法确实的提供保障 当初ECFA也将投资人的投保协议纳入规划 经过两岸不断的协商沟通 双方预计在9号的江城会议上面 要签署两岸投保协议来保障台商的权益 相关的内容今天陆委会主委赖信源做了说明 江城八会即将登场 陆委会找来媒体开讲 特别说明这次的重头戏 签署两岸投资保障协议 这项协议回溯到民国99年 签署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 当中包括服务贸易 货品贸易 经济合作 争端解决 还有投保协议等五大项目 其中台商关心的投资人保护议题 就是投保协议的内容 这些做法跟措施 它实行以后 一定是会对于我们的投资环境 会提供保障 台商或者是台商的眷属 还有台商 还有干部 他受到人身自由的限制的时候 都应该在24小时之内通知 除了人身自由和安全保障 被纳入投保协议 另外还将扩大投资人定义 规划特殊投资待遇 透明合理化土地征收 及补偿办法 遇到投资纠纷也将制定多元争端的解决管道 这份协议内容 赖信源上午向立法院长王金平报告 获得高度肯定 最后签署的还是能够让 我们台湾 拥有一个录制来台的 投资政策的一个主导权 能够签到这样也承认 这个属于非常不容易的 两岸投保协议签署后 还要送立法院通过 希望能保障更多台商权益 UDN TV 陈静怡宋文茜 台北报导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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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